嗨,大家好,我是Kong馬來西亞吉隆波人 曾幾何時也學人寫劇本 寫的是一個三國故事 曾經從馬來西亞寄了五封信到中國 只有北京一家影視公司有回應 不過他們說只拍電視劇 唉,沒戲了 不過那個姑娘卻說我畫的漫畫很不錯 是的,我畫了呂布、冠宇和美女的三個造型 呂布、冠宇和美女 其實在整個三國演藝裡 過半的時間都處於東漢末年 只有在草皮把漢仙帝給替下台之後 啊不,是山浪之後 接著劉碑和孫權也相繼稱帝 這才是三國時代的開始 公元184年黃金起義了 天下開始大亂了 董卓進入洛陽看了也看了許多壞事了 他才三千人馬耶 就把洛陽給搞得 啊,然後一把火給燒了 呂布,他的馬是貂蝉 其實貂蝉只是個宮女 當然,她是個妹妹了 她順便負責管理 漢朝官員戴著一種貓 就叫貂蝉 老羅馬小說家 臨機一出 就乾脆把這個不知名的宮女 稱為貂蝉 貂蝉後來周旋遇 末王董卓和呂布之間 呃,最後呢 你懂的 呂布把他的艾亞幹掉給咔嚓 之後呂布開始亡命天涯咯 不過你別看人家風仙 一副上架狗的樣子 他手下還有猛將呢 比如高孫,張寮,張寮 還有一個也許大家忽略了 他叫秦怡露,他本名叫秦怡 怡露是個小官 小到那種基本上可以忽略的那種 可能秦怡露,秦怡當這個小官 當太久了 所以大家都喜歡管他叫秦怡露 秦怡露的老婆 哇哇塞,不得了啊 貂蝉不過是假美女 這個情婦人她姓杜 是歷史三個真實的人物 可是她的風頭給所謂的貂蝉啊 正師啊 對了就是蔡少芬演的那個 還有大橋小橋給蓋過了 這個情婦人曾經令到三個猛男為了她爭鋒吃醋 他們就是曹操,呂布和五聖人 關羽關羽唱 五聖人啊 別以為她像傑羅那樣哭哭的 其實她就是個男人吧 對不對 打從低眼見到情婦人之後 關羽的心被偷走了 靈魂被勾了 她在曹操派大軍到蝦皮去攻打呂布的前夕 關羽就給她當時的bosh 曹丞相寫信 說破城之日要把這個情婦人 許配給我 給我關羽啊 好時不時 這關羽想情婦人給想 他便不斷地給曹操寫信啊 寫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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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啊寫啊 曹操一看 以她那種以信重重的 拿那種性格來說 她肯定要 check check先 有時候她派人去 check check 一check就這樣 不得了果然是個美人 那時的情婦人已經懷孕了 曹操的人說 So what? I like it 曹操嘛 她最喜歡人妻了 於是曹操抱的美人龜 而關羽呢 你可以想像她老哥當時的心情 炸鍋了啦 又能怎樣 炸鍋了又能怎樣 軟病軟 誰叫你的拳頭啊 不比人家大啊 嫩了唄 呂布啊我打算找高乙翔來演 哎呀人家武神趙子龍 已經把她給找去了啦 可是那是電視劇 可以再演一支電影嘛 對不對 你看人家范爺 演了電視版的楊貴妃 現在又來演電影版的 還搞那個什麼 馬鎮 所以嘛 還得找高乙翔來演呂布 這五星人觀語嘛 暖惊天 你看到 вд notified ہیں 也是 太適合了 Linux 天這個今 코 équ NFL 這個爵士美女 和 Jojo 中國人管她家 TOO 我喜歡管她到 Narin 美国某个电影网站 选她为全球最美的美女 排名第20 也是中国第1美 自从看到她演的那个 《纽约》什么的爱我也忘了 真的觉得她非常的 pretty pretty 非常的sexy sexy 关羽和吕布 为了情妇人 大干了一场 哇塞 关羽吕布大战 很有市场价值 对不对 中国的导演们 为了抢情妇人 关羽又和曹操的保镖需求 又大干了一场 又是一场PK打戏 中国的导演们 think about it 而之后吕布呢 她死得很惨 也很丑 安安会把吕布的死 写得非常的惨 非常的丑 导演敢照我的方法去拍的话 肯定震撼中国影坛 吕布的粉丝看了哈 肯定会会三观 啊不过 一切都是 为了生活啊 只能隔壁了啦 也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时何乐 才能把这剧本给写完哦 也许是 2046吧 好嘞哈 不再多说了哈 谢谢大家收看哈 多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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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